台中的食和玩乐 全浓缩在这一本全台唯一的双语杂志 创办人就是他 何道明 何道明主持每天的编辑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杂志社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动 台中音乐美食节 所以美国商会就是请我们帮忙 就是成立一个简单的 我们说newsletter 就是可以说是双阅英文一个newsletter 然后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这个 1994年5月份的出刊的 这是第一次出刊 这本杂志以介绍台中美食为主 会跟台中有这么深的感情 何道明说因为父母都是传教士 他在台湾出生长大 我在花莲也是在门诺基督教医院出生 然后在小的时候都在那边 后来国中的时候 我们父母亲 我家庭全家都搬到台中来 可以问你一些 好 现在这边已经开了多久 身为一家杂志社的总编辑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 何道明依旧坚持亲自到现场采访 只是他对记者工作的热爱也是一种坚持 我觉得当记者有一个好处 特色一个好处就是你天天做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天天碰到不同的人 然后他是从很多不同的在社会里面 是从上面到下面你都可以去认识 了解他们的情况 他们的故事或是这个新闻 看着从小生长的台中 从安静的都市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何道明感到开心 未来他也会继续用他的眼睛和他的心 记录着美好城市